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琳 欢迎收看福岛核灾 世纪之商特别报道 日本311大地震海啸与核灾带来致命性的严重灾难 到现在7年了 对台湾来说更催生了2025非核家园的政策 到底爆炸的福岛核电厂现况如何呢 为了到新闻现场带回第一手的真相报道 武汉一电视团队全球独家的进入福岛核电厂灾难地 而且是肉身没穿防护衣的直接站在核灾的爆炸现场 测得的辐射值还是相当的惊人 每小时128维西服 什么概念呢 换算一下 台北的日常值是0.06 所以我在的现场就是平常的2133倍的辐射值了 而只要超过2就不能够住人 而我们现场的辐射值是不断标到150 可以想象这个辐射有多高 那么为什么不穿防护衣 这是主管单位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他们安排的 因为他们强调现在的辐射值已经是人体可承受的了 不过这样的量真的不能待太久 我们才站在这里没有多久 很多人身上的辐射累计器 警报声就响个不停 而更惊人的发现是 福岛核电厂有5000人在里头工作 但7年来只能一步一步的从外围除染 往1234号反应炉来靠近而已 到目前为止依然不知机组融毁的状况如何 不过这一场核灾已经被判定是人为疏失 因此冬电到目前为止已经赔偿6兆多日元了 接下来就带大家进入一般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 福岛核电厂爆炸现场 从福岛县的盘城市车站上车 我们搭上东日本的铁路干线长盘线列车 长盘线连接北边工程县先台市 南边终点站是福岛县盘城市 串起日本东部沿海的重要城市 其中福岛第一核电厂就位在长盘线上 从盘城市搭电车一路向北 我们慢慢地靠近福岛核电厂 同时也会跨近过去福岛核电厂 静止区20公里的范围之内 尤其在它南端的城市富岗町 过去6年7个月都没有办法进入 那么经过大规模的除染之后 现在电车终于可以到站 7年前的311东日本大地震 巨大含啸加上福岛第一核电厂爆炸 长盘线因此中断 最靠近核电厂的福岗县车站 直到2017年10月才重新通车 福岛地区正值冬季 窗外一片萧瑟凄凉 不过远方有怪手忙着土染 把被辐射污染的土染产起 装入一袋又一袋的黑色太空包 成了长盘性沿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色 一到福岗丁车站 等着我们的是福岛第一核电厂转车 经过7年的时间 核电厂周边依然是管制区 申请进入核电厂采访 必须遵守严格的各项规范 还有发电所的入口的那个门 大门也不能拍 还有警备人员的人不能拍 随行的核电厂员工不断耳提面命 所有的过程都必须经过他们同意后 才能进行采访拍摄 随身只能携带贵重财物以及纸笔 手机跟电脑都不能带进核电厂 随着车窗外的景色出现破旧的玻璃窗 以及锈石的铁丝网 代表我们慢慢靠近核电厂 此时随身携带的辐射侦测器 开始发出警报 我们在福岛核电厂旁边 那现在这里的辐射器用上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刚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从0.3 那个飙到2.2 2.64了 3点多 所以它已经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这个代表它辐射值超高 那本来只有这样嗶嗶嗶而已 现在这么大声 就是已经报表了 那也就是说叫我们要赶快离开 但事实上呢 我们就必须还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头来活动 就算辐射值报表 还是得硬着头皮 继续原定的采访行程 进入福岛核电厂扣 签到2015年完工的大型休息所 为了隔绝辐射整栋大楼密闭 而且只有两扇对外的房屋 休息所内有员工餐厅 让核电厂内工作的人 可以吃到热腾腾又安全的饭面禁食 甚至还开了一家便利商店 不管你要进出核电厂 都得先经过这里 好 我们接下来要去福岛核电厂了 所以要离开这栋建筑物 我们要做一点防护 那首先就是这个袜子 袜子其实穿了三层 第一层呢 第一层在里面 然后把外裤给套上以后 那还有第二层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层 这个是袜子套三层 然后接下来我们穿的这个背心可以试别 尤其我身上带了一个 这个是辐射累计器 那所以现在还是0.00 这个维系服可以看到0.00 有吗 等一下就要出去看 我们累计多少的辐射值 换上基本的防护识别衣物 带上采访的许可证件 以及特别准备的无线耳机 准备出发 和电厂内都是管制区 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由专人负责引导 走出大型休憩所不到户外 已经不再是危险地区 可以不用穿戴任何的防护装备 在辅导和电厂里头呢 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条 就是他们所谓的樱花大道 那么在二零一六年三月的时候呢 修筑了这一条马路 让大家可以自由地这样的一个行踪 不用带任何的防护 那么意思呢 就是辐射层大量的降低 那么因此呢 他们把这一区呢 就定义为Green Room绿区的部分 我们走在樱花大道上 两行还真的有樱花束 虽然还是看到有工作人员 穿着全套的防护衣 不过拿着核电厂准备的辐射增测器 辐射值都在5.5到1.5危机幅之间 虽然比一般的状况来得高 但是都还在相对的安全范围内 原来福岛低核电厂 七年来不断进行除染工程 将受污染的土壤采除 或是覆盖上浑移土 大幅降低辐射值 到2017年7月为止 不需穿戴防护衣的地区 已经达到整个核电厂的95% 受到海啸冲击爆炸的1号 2号 3号以及4号机组 就是受到严格管制的5% 3.7 4.5 5 2 我现在在这边 我们手上的这个侦测器 到了53.3 58 差不多是62维希腐 其实真的还蛮大量的 但跟观众朋友讲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海拔10米 海啸来的时候 大概进来是15米 所以我这里是完全灭顶了 旁边很多的建筑 其实都整个到现在 还是很破败 主要是当时这个发电机 就是反应炉一号机 它的整个爆炸影响到旁边的建筑物 也都受到波及 前进到绿区的最前线 距离管制的黄区只有一线之隔 爆炸之后的机组就在眼前 还可以看到工作联员在机组上忙不停 不过这里的辐射值竟然还不是最高的 这边就是一号机 这边是二号机 当时一号机爆炸 我小观众朋友透过画面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的就是这个现场 你可以看到这边辐射值非常的高 是已经到135到127.8的维西幅 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就这么靠近 辐射值超过100维西幅 让我们心惊胆跳 不过这里却是核电厂内 可以同时看到三个爆炸反应机组 唯一的制高点 这里看到的是一号机 这是一号机 一号机在做瓦礼后的撤去工作 水色建物是二号机 这水蓝色的是二号机 二号机是建物中的污染状况 这一号机 然后它进行进化要做的就是调查 它内部的污染状况 然后远径的同模形状况 你可以看到有允许的 这边是使用済燃料 取出的准备 这边的允许的东西 现在已经做了两个东西 是为了要使用过的燃料 做准备工作 辅导低核电厂决定废炉之后 受损较小的四号机组 已经处理完毕 核电厂员工当场解说 比较棘手的一号到三号机组 目前的处理进度 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却传出警报声响 那这里的 什么了 超过了 我们的限量 因为我的没有开 我都没有开 0.0 我现在是20 所以我用到今天五分之一的量 所以我来到这里一下子 这个辐射量就上升这么多 已经一六分之一了 看来实力不离久了 警报声中我们赶紧离开至高点 前往下一站 没在311地震 以及海啸中受损 却在2014年 决定备如的五号机组 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进入核能反应机组内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一座 大约两公尺宽 非常厚重的大门 当反应炉启动时 必须关上这道大门 才能有效组合辐射物质外泄 进到反应炉旁边 我们必须要再穿防护衣了 虽然已经废炉 不过要进入反应炉内 还是必须换上全套的防护衣 手套一层还不够 内外加起来要三层 一番功夫后 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 只能露出一双眼睛 好 我们现在要客戟 五号八点几的反应炉 我们现在客戟五号反应炉 穿上全套的防护衣 我们进入的就是 放置反应炉的无纳炉器 虽然已经废炉四年了 不过五号机组 跟二号机三号机组 设计上完全一模一样 因此成为处理废主的重要参考一句 各位观众我们穿成这样 防护成这样进到五号机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去理解 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 他们现在内部的状况 那其实呢 从311事变到现在呢 那么还是不得而知 这三个机组里头 那么反应炉融化的情况 究竟是如何 那所以呢来到这个五号机 我们透过现场 我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 也就是呢 透过这样的二号机 也一样有这个洞 然后呢把这些走备伸进来 前面放的这个摄影机 那一路的伸到反应炉 它整个格纳容器那边 来看看呢 到底这个放着反应炉的格纳容器那边 里头的状况是如何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不得而知的 这是最近一次的一个调查 把这个摄影机给弄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是二号机 那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OK 这个手套不好比 但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反应炉 讲了就是这个 有点像落斗的这个 就是格纳容器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连这个容器里头 什么样的状况都还不得而知 所以现在只能够打动进来 在这边的做一点探测而已 这是2017年底 利用遥控的机器人 首次探测到二号机主内部 燃料棒融化的情形 花了六年多的时间 才探测到爆炸的机主内部 就是因为一号到三号机主 持续散发强烈的辐射 不但人无法靠近 就连机器人 也无法长时间工作 后来利用五号机主 作为模拟 才能大幅缩短作业时间 致力探测到爆炸机主内部的情形 不过根据专家估计 福岛核电厂要完成废炉 至少得刮上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 搭上专车 我们结束半天的采访行程 离开核电厂的路上 看到一座又一座巨大的储水槽 这些都是用来储存反应炉降温后 产生的大量寒穿污染废水 到二零一七年七月为止 已经高达七十七点七万吨 为了不让污染废水流入地下水 或是海洋中 核电厂更使用洞土壁或是节水墙 建立密不透水的屏障 避免造成恶毒污染 不过未来要如何处理这些废水 以及确保核电厂内员工的健康 将是最棘手的两大难题 离开核电厂的路上 我们带来的辐射侦测器 还是一打开就响不停 车窗外到处可见 禁止通行的路障 以及警告标语 七年的时间 和电厂附近依然是无法靠近的禁区 福岛县还有五万多人在外地避难 何时能够脱离辐射污染的风险 何时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答案 到目前为止 为了要靠近爆炸机组 日本政府想尽各种办法研发新的机器 但都还没有成功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废弩呢 目前还是没有答案 那么受到波及的无辜百姓呢 七年了到现在还有五万五千人 因为核灾回不了家园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深入福岛和电厂 所在地的大雄丁 原本美丽的小镇早已破败荒凉 杂草重生 图书馆上的时钟 还指着大地震发生时的两点四十七分 这个地方禁止的可怕 辐射值也依然超高 但是有一群爷爷部队在灾后三年 回到这里自愿留守 帮忙巡逻避免火灾意外的发生 因为这里早已没水没电 万一发生火灾会难以抢救 这群爷爷年龄都超过六十五岁 他们说自己的寿命不长了 做点牺牲没关系 只希望市民们有一天可以安全地 回到自己的家园 离开福岛第一核电厂 我们来搭包租的采访车 前往另一个管制地区 福岛县的大雄丁 先车到车 1.2多 就算在车内侦测到的辐射值 还是慢慢上升 车窗外也出现来检站 人车必须获得许可 才能够进入管制区 迎面而来的沙石车 都挂上除染土壤搬运车的布条 空气中瀰漫着紧张的氛围 走进大雄丁的临时办公室 一字排开都是头发花白 平均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企业们 他们被称为爷爷部队 福岛第一核电厂爆炸之后 二零一四年自愿回到辐射值 还超标的故乡 担任维护大雄丁安全的工作 搬出大雄丁的立体地图 过去热闹的街道 已经成为无人的空城 福岛第一核电厂就位在大雄丁内 核电厂爆炸之后 全丁紧急疏散 丁内一万五百人 八千人疏散到福岛县的安全地区 两千五百人疏散到福岛县以外 七年过去了 目前全丁还是属于无法助人 管制进出的归还困难地区 我们现在要进入福岛核电厂 所在地大雄丁 也就是全丁撤除的区域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先穿上这样的防护衣 有了核电厂内的经验 再度穿上全套的防护衣 心情不像之前那样忐忑不安 搭上爷爷部队的车 出发前往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家 通过蓝检站 进入大雄丁的管制范围 第一眼看到的是 蓝色日文写着大大的回家 爷爷部队笑着说 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只是这愿望过了七年 依然无法实现 听到爷爷部队介绍车窗外 就是大雄丁从前最热闹的商店街 看着街道两旁破旧的门窗 商店内满地杂乱的垃圾 街道上只剩下比人还高的杂草 以及红绿灯闪个不停 却没有人车听过的十字路口 在大雄丁的主要街头上 现在可以说是一片的脊梁 您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的人车 七年来已经是完全这样的禁止了 那么在我的手上 这个辐射针碎仪可以显示非常的高 它数值已经来到2.08个维系符每小时 我们看到在旁边 那么这边的民宅其实都蛮漂亮的 但已经完全的荒废 那么随着当时地震的发生的状况 一直维持到现在 那么当然整个现场都是荒烟漫草的 在对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药局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全部都破败气质了 前面一样也是长草重生 那么这个大门整个都破裂 里头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就是维持当时地震 因为它的规模9.0 整个东岛西歪的状况 因为随后在这个大雄丁所在地的 福岛核电厂发生了轻爆以后 那么这里的人再也回不了家园 福岛核电厂爆炸之后 日本政府紧急宣布 核电厂周围半径20公里 为避难集界区域 半径30公里内为计划性避难区域 随着除染工作逐渐完成 福岛县内各地区也慢慢解除管制 目前只剩下最靠近福岛核电厂的 大雄丁以及双叶丁 都是严格限制的归还困难区 大雄丁内的钟楼上 池中还停留在2点47分 就像按下暂停键 七年前地震爆发之后 时间就此冻结 仿佛是电影中的死城 广阔的城市中没有人烟 民宅的屋顶因为年久失修 不是破了个大洞 就是被乱爬的藤蔓占领 最靠近福岛第一核电厂 也让大雄丁除染复原工作 进度非常缓慢 而回家成了最奢侈的愿望 爺爺部队成员 合力抬起厚重的水沟盖 把水沟中的树叶杂物捞干净 他们平时就在没有人间的大雄丁 来回平落 防止意外火灾的发生 长期暴露在超标的辐射之中 这些没有人要做 没有人敢做的工作 爷爷们拿健康做赌注 自愿一肩扛下 访问到一半身上的辐射侦测器 突然响起警报声 我们都吓了一跳 但是爷爷部队们 每个人都毫不在意 一点反应也没有 甚至平时连防护衣都不穿 问他们难道完全不怕辐射吗 他们笑着说 活了六十几年了 现在家乡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自己付出一点点的牺牲 就能够替下一代 扛起守护家园的重任 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还是没有答案 而是不是还愿意回这个家 也看个人的抉择 但当自己的故乡被贴上核辐射标签后 要思绪下来谈何容易 尤其所谓的核食 这个日本人无法接受的字眼 到底能不能吃呢 我们特别走访福岛渔港 发现福岛产的渔获相当多 那能捕鱼吗 能吃吗 目前的现况就是 可以试验性的捕鱼了 但渔获必须经过抽查检验 只要合格就可以卖 那怎么知道合格呢 日本在福岛各地 还有农业综合中心 设置了辐射检测室 根据他们的检测 目前包括米 蔬果 蓄产 温室菌菇 海鱼 淡水养殖鱼都没有超标 但是观众朋友要注意的是 野生的山菜跟菌菇 还有河川 胡爪的鱼类 比较可能有问题 这边显示 有部分的检体是超标的情况 山菜野生菌菇是0.26% 河川胡爪的鱼类0.64% 而海产是什么时候 零减出的呢 来看从2011年的 3到6月的超标率 高达57.1% 但接下来一路下滑 一直到4年后 2015年的4到6月零减出 之后也都为零 日本政府说 他们是用比欧盟 更严格的标准在验 真的吗 待您至极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呢 在小民兵渔港 这里就是福岛 河电厂以南 大概60公里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可以捕鱼吗 这是渔市场 好 那现在中午12点 我想说我们已经肚子饿了 就来买买福岛产的渔产 福岛应该是不能捕鱼 但有些地方可以的 我们来买买看有没有 小民兵渔港 位在福岛第一河电厂 南方约60公里 另外北方的向马渔港 则是距离约50公里 远超过日本政府规定的管制区 而且今年过去了福岛渔民抓的鱼 真的不能卖不能吃吗 这里有福岛产的鱼城吗 这个是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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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 这个是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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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311东日本大地震后 福岛第一核电厂 半径20公里的海域 日本政府下令禁止福岛 一年之后才逐渐开放试验性的福岛 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 海底通过严格的无数集检验 才能够口温海返卖 跟地震以前的生意有没有差很多 我以为是全然差了 差多少 最初的时候 2割人都不在乎 全部都很害怕 我都很害怕 因为我都是在买 我都是在买 身边的照片 我都在买 我都在买 身边的照片 我都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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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你很好吃喔 等一下 新鮮的魚還有烏賊 烤得滋滋作響 光用看的都已經餓了 工作了一個上午 大家早就雞腸吃肉 夾起飄著香味的海鮮 大口咬下 好吃到差點咬到舌頭 完全忘了吃下肚的 是被貼上何時標籤的福島海鮮 淑英姐 我們現在都在吃這個福島的魚 你是日本國民嗎 你覺得如何 因為他們都有經過檢查 應該是有問題的 而且當地人也都在吃 特別是在當地的話 他們檢查得越嚴重了 所以你覺得日本政府 這個數值是不會騙人 我覺得因為這是經過儀器 如果從腳鎮儀器開始 就要做手腳的話 那這個政府該怎麼辦 就算有鮮美的食物 滋味加上科學的輻射檢驗結果 還是無法完全消除 籠罩在民眾心中的核食疑雲 不過日本政府為了食品安全 做的努力已經逐漸獲得 世界各國的認同 走進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 這裡從原本單純的研究機構 搖身以便成為福島縣內 最重要的農產品輻射檢測中心 現在在檢測我手上沒有 通過輻射檢驗之後 農業綜合中心的副部長 曹穎幸二帶著我們進行導覽 一進入檢驗室 與現場十幾個員工都忙著低頭做事 旁邊的桌子上擺滿福島縣各地 送來的各種魚類以及農產品 排隊等著進行檢驗 檢驗前的第一步 檢驗員必須先把魚肉切碎 切成縫縫中之後 再把魚肉泥仔細的塞滿塑膠罐 一點都不能把 調碼登記 每樣檢測的農產品 完成切碎裝品之後 還得精確地量出重量 並且核對調碼資料後 才會送進檢測室 測量輻射值 紅色測試中更靠一亮 代表輻射檢測正式啟動 三十分鐘後 結果就出 雖然只負責生鮮食品 不過每天等著檢驗的數量實在太大 為了讓檢測更精確 更有效率 農業綜合中心砸下重金 採購最新的輻射檢測器 這台美國製造的輻射檢測器 重量就高達1.1噸 一台要價兩千多萬日幣 光是農業綜合中心內 就有十一台檢測器 食品檢驗的標準 日本也採取相對嚴格的標準 食品中的色134以及色137的加總 一般食品是每公斤100倍克 遠低於歐盟的1250倍克 乳製品以及嬰兒食品 為每公斤50倍克 同樣低於歐盟的標準 至於飲用水以及飲料 則為每公斤10倍克 同樣比歐盟更為嚴格 而台灣的標準則是跟日本相同 拿出比歐盟更嚴格的標準 2017年8月到9月之間 檢驗了福島現場的稻米 共四十萬代全數合格 2017年4月到9月之間 檢驗兩千多件的蔬菜水果 只有一件不合格 802件山菜野生菌菇 驗出一件不合格 和川中的魚類525件中 只有兩件不合格 比例都不到百分之一 其他包括畜牧的肉品 海鮮以及養殖魚類 都沒有驗出不合格 也讓部分的國家點頭 重新開放福島食品進口 檢測市外的世界地圖 標示出哪些國家曾經派團來參訪 台灣團也來了24次 各國了解日本的檢驗方式後 以及逐步解禁五島線農產品的進口 日本政府跟民間正設法努力 撕掉福島線的核實標籤 期望讓農產品再度行銷到全世界 福島原本最盛產米蜜桃和和牛 但因為是福島產的價格都相對低 這是核災所帶給福島人的痛 而人氣福島的新生兒在2011年的時候 比前一年還少了11% 那麼隔年更少了20% 之後雖然有再回升一些 但已經不弱以前的光景了 而福島不孕症患者 從核災的這一年之後 更是逐年的攀升 到了2015年 如果跟11年前來比 不孕症患者已經成長了120% 怎麼辦呢 有位台灣人醫師一直留守在福島 為孕育福島的下一代做努力 還有這位台灣人老闆 在福島賣起台灣小吃跟台灣茶 持續為福島加油打氣 帶您走一趟 在盤城市我們遇到在這邊賣台灣味 賣台灣茶的餐廳 老闆你好 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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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講講話覺得很精采 謝謝 謝謝 帶你很久 這樣嗎 抱歉 在這裡感謝 感謝 感謝 感謝台灣 歡迎你 謝謝你 你好李小姐 抱歉 抱歉 謝謝 不敢動 不敢動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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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趕快就來吃你的好料 好 抱歉 餐廳老闆黃慶智 特地到門口迎接 已經夠熱情了 沒想到一進門還有更濃的台灣味 台灣的蔥油餅 哇 在日本可以吃到這個耶 太棒了 台灣味 煎得金黃酥脆 香味肆意的蔥油餅 還有冒著熱騰騰的蒸氣 五種滋味的粉色水餃 身在異鄉的日本 看到熟悉的台灣小吃 顧不得形象 夾起食物就往嘴裡栽 開餐廳賣台灣小吃 並不是黃慶智原本的計畫 三十五年前當兵退伍之後 他決定到日本發展 先在福島地區工作十年 自己創業改賣台灣茶葉 正當事業準備起飛時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 改變了他的人生 這時候真的地震真的很大 而且一直有一陣這樣子 而且沒辦法聯絡公司的話 而且公司小姐 總是那年輕的小姐 我想說啊 不管了 我先回公司再說 我就往右回來 如果往左的話 今天就不能跟雅林見 就沒辦法了 算是我很幸運 地震當天的一面之間 黃慶智幸運躲國一節 雖然人平安無事 不過公司卻在地震中毀了 更因為公司開在福島縣 才後受到搖眼的影響 就算賣的是台灣進口的茶 很多人還是不敢買 生意一落千丈 山不轉路轉 他靈機一動 乾脆開餐廳 主打家鄉的味道 我不能離開啦 我只跟他們講一句話說 你們有爛的時候我離開的話 我做不出來 我說我們台灣人不會做這種事 台灣人就是重感情 讓黃慶智決定留下來 用台灣味料理溫暖福島人的心 一起走過震災跟可災 另外在福島市 也有一位不離不棄的台灣人 來到福島縣最大的城市福島市 這個地方在地震剛發生的時候 當時三一之後的輻射值還挺高的 那個時候我用偵測以來 偵測大概有一個微溪福 那麼現在你看到目前是0.04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我們現在看起來 其實好像都已經恢復了生機了 來這邊我們要去拜訪一位 留守在福島來搶救生育率的台灣醫師 福島市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大約80公里 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當地的民眾很早就恢復一般的生活 街道上也有許多年輕人 以及剛下課的學生 展現出跟重災區或是核電廠周邊 截然不同的面貌 日籍台藝醫生無足招致 他的診所就位在市中心 一道診所歡迎我們的這一位 長相斯文 戴著眼鏡 笑容有點腼腆的醫生 就是無足招致 他的專長是無孕症治療 帶著我們進入診所內最機密的無菌室 無足招致的祕密武器就在這裡 一房間一房間有卵 中間有塑膜 我只能買一台機器 要價上千萬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 不過這可是受精軟的總統級套房 儀器可以二十四小時 記錄受精軟的發育情形 順利的話培養五天之後 就可以植入母體內 診所牆壁上累積的數字 就是他多年來的成績 平均算起來每年至少幫助福島士 增加三百個新生兒 無足招致催生的功力不是蓋的 十四年前自己開診所 正當逐漸打出名號時 三一一地震跟福島核電廠爆炸 差點毀了他的事業 發揮科學精神用證據打破核災的謠言 他把輻射偵測器掛在辦公室整整三年 都沒有測到超標的數字 也讓他打定主意沒有再離開 一位是臺灣藝的醫生 一位是臺灣來的廚師 三一一大地震後 無懼核災的陰霾 選擇繼續留下來 用不同的方式溫暖福島人的心 更要陪著福島向前走 重新再站起來 在日本只要你說你是臺灣來的 他們都會覺得很暖心 唯獨所謂核食這件事情 真的很考驗人性 但他們希望大家能用科學看待 而福島農漁民怎麼度過生活難關的呢 2020東京奧運 日本又為何把棒球場設在福島呢 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收看福島核災 世紀之商特別報導 福島人如何擺脫核災的陰影呢 2020東京奧運棒球比賽場地就在福島 目前輻射值正常 而這位大野先生原本種香菇 但日本政府說不能賣了 要等新的樹長出來才可以再種 那生活怎麼辦呢 他轉型開民宿 讓民眾體驗日本道地的農家生活 對 華登初上入夜之後 福島縣俄本松市的大野農園 廚房傳來陣陣香味 女主人專出拿手好菜 迎接從台灣來的採訪團隊 開動 青菜沙拉 燉南瓜 炸雞塊 馬鈴薯湯 桌上滿滿的日本家庭料理 我們吃下的每一口 全部都是福島縣的農產品 尤其是讓我們驚豔的蘋果酒 更是311東日本大地震後 才開始釀造生產的 這個就是在311大災難的那一年 日本松這邊 蘋果因為在福島沒有人要買 所以就把它釀成的蘋果酒 最自豪的農產品 就算是檢驗合格 也沒有受到輔射污染 卻因為是福島縣出產 就沒人敢吃敢買 讓大野先生很無奈 但是日子還是要過 讓他開始思考如何轉型 家中部分的房間鋪上簡單的棉被 就能夠讓人好好的睡上一晚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 常常有大學教授帶著學生 來俄本松地區做研究 晚上就到附近的農家借宿 讓大野先生靈機一動 不如轉行開民宿 讓大家可以體驗日本的農村生活 天鋼亮籠罩在白雪中的 俄本松市慢慢恢復活力 這一片雪白的美景 也逃不過輻射污染的影響 在哪個方向上倒了 坦掉可能受到輻射污染的樹 二十年 三十年後 就有健康的樹木可以種相夫 大野先生為了下一代 繼續做努力 不過 樹木可以坦掉換新 土壤中的輻射物質 卻可能存在忍久很久 有一點點 日本的土 東亞全體 土壤中的肥料 原來日本學者研究發現 福島地區的土壤中 富含煤鐵礦物質 例如黏土物質 黑雲木 或是花崗岩以及玄武岩 對輻射物質有強大的吸附力 可有效地降低輻射污染 避免農作物在生長的過程中 吸收過量的輻射物質 不過要讓福島的美景重生 就不能讓核災再度上演 福島縣慢慢走出核災陰霾 也開始將眼光放在未來 2013年在福島縣的外海 全球第一座浮體式海上風力發電機 正式運轉發電 另外在福島縣內 也陸續興建大型的太陽能發電廠 還有利用豐富的溫泉資源 興建地熱發電廠 福島縣向核電廠說不 全力發展再生 そして福島縣は ある意味で原発に頼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これからは原発に頼らない エネルギー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で 福島新エネルギー構想というのを 国として立ち上げました それはですね 2040年 オリンピック20年だから オリンピック終わった2040年を目標連動にして 福島県民が使っている全エネルギー これを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でやろう という計画です 福島縣的飛河家園 日本已經跨出第一步 福島縣大臣吉野正方 是福島縣盤城人 311震災災民 最了解核災造成的苦難 除了詳細解釋 各項災後富有進度 更希望儘快消除 外界對福島各項作為影響 福島縣盤城人 困難区域が約2.7%です 県の面積の2.7%です 2番町と大熊町です 吉野正方的辦公室中 貼滿福島縣各地的宣傳海報 向全世界發出邀請 希望大家親自來走一趟 看看福島絕大部分的地區 已經從核災中復原 走向新的未來 2020年福島に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廣闊的球場覆蓋上一層厚重的白雪 但是等到春天來臨 將會全面進行翻修 為2020年的東京奧運 提早做準備 這裡是福島無期棒球場 也是東京2020奧運指定的棒球比賽場地 為選在福島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來宣告 說福島已經走出核災的陰霾 那麼大家所關心的有關輻射程的問題 我們來實測 那麼這個是原能會提供的 目前是0.02個維西服 這個是長康醫院的偵測器 目前是0.1個維西服 比較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呢都還是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好 那既然是安全的 到時候我們渴望可以看到我們中華健兒 在這裡展現他們精湛的球技 在福島、岩手、宮城、宮城 7年前 在津波中的壞滅状態的姿勢 7年後 就像這裡一般地復興 那樣的姿勢 全世界的人們看見 棒球場外 已經掛上大型的布條跟標語 將在福島舉辦奧運棒球以及美球的比賽 獲得奧運委員會的肯定 對於積極推動復興重生的福島縣 在於打上一技強心針 讓他們對於未來更有信心 福島縣寒城市郊區的棒球場 一群高中生正在努力的練習 他們是福島縣聖光學院棒球隊 連續11年打進甲子園 每一位球員都經歷過震災以及核災的痛 對於未來的復興的部分 現場的近距離有很多人 避難的方向 有很多人 自分たちが在於這個場所 自分たちが在於這個場所 自分たちが今 グランドを使用している 伊達市の聖光學院 有很多地方 今は放射能は全く無い状況 他の業者の方々も 放射能を取ってくださ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いろんな最大の支援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の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ので その人たちのおかげで 今自分たちの野球は やらしてもらっているという形で 採訪当天 現場温度大約0度左右 球員們冒著低温 在寒風中拼命練習 因為在他們心中 全日本甚至全世界 七年來對福島的幫助 成了他們努力打盡甲子園的動力 更要用行動告訴大家 福島人已經從三一一的苦難當中 勇敢堅強地站起來 今天我們獨家深入福島核電場爆炸現場 帶給您最真實的第一手報道 也體會核災的代價 永核或反核 看個人自由意志 但核災下的人民與環境 是值得大家一起關心的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我們現在要特殊 折靠八點之間 靠八點之間 只要靠八點之間 大家可以很快 先不一副 很快點 那麼快點 毅 instincts 五、八、七、七、八